《莎莫利亞防止自殺會》 喂,香港《莎莫利亞防止自殺會》 在這裏,一個電話 決定來電者申請一刻 《莎莫利亞防止自殺會》 去年接了一萬七千多個電話 當中真正需要求助的個案 多達一萬二千個 加入殺會十七年的少方 經歷慘過粵語殘片 感情重傷令她患上抑鬱症 見過心理醫生,但她堅持不服藥 靠自己的意志走出低谷 過程很辛苦,很不開心 但其實我自己知道和經歷了之後 就覺得自己有能量 願意的話可以幫自己,可以站起來 打開報紙,知道殺會請義工 打算用自己的經歷去幫人 誰知做下去發覺是兩回事 原來懂得去聽 比起幫她們解決問題更加重要 有個朋友跟她聊天的時候 我知道是這樣的時候 知道她不開心 我聽到很大風 我問她 原來她坐在騎樓外面 我就跟她說 很大風 聽得來不太清楚 用小小技巧 不如你可不可以 退入小小沒那麼大風的地方 慢慢再聊 人生無常 小方六年前發現旺林巴岩 康復後再遇情海分波 但她這次沒有再抑鬱了 拯救人令她學會拯救自己 亦令她明白 找朋友談判是第二鐵律 但她們從來都不會跟求助者建立感情 因為不希望來電者依賴某一個人 感情事 家庭事 每個人都有她們背後的故事 有時候義工們都會被個案困擾 我們自己如果我們聽完那個個案 我們會覺得不開心的時候 我們走出來跟我們的義工朋友 或者我們的職員去分享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可以釋懷得到 現在撒會有二百多個義工 他們每年也會招募義工 人生總有喜有樂 喜樂時不忘喜樂時 如果你符合這些條件 不妨都試下伸出你的援助之手 幫絕望的人由懸崖邊拉回來 請所謂救人一命 勝做七級浮土嘛